现在惠兰在排林 什么叫排林 就是惠兰的花苞 离开花杆 离开花杆了 像小铃铛一样 这样的算是排林了 在排林期需要注意什么呢 前面我们有一篇文章讲过 需要注意三点 一个是阳光 一个是水缝 还有一个是肥料 这三点注意好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可以开花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像这本惠兰 前几天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拍的照片就是用它作为 作为那个样本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它的花苞还是很正常 今天呢就不正常了 出现了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用镜头近距离 再看一下 告诉男友们该如何的处理 一定要及时 不及时的话 这个花开不了 而且还会殃及到整个的蓝苗 今天整个的蓝苗 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呢 就是牙虫 现在看到这个灰兰花苞上 有很多的牙虫 这个绿色的是害虫 然后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是害虫 第一代 它会像那个养家蚕 或者是鸡鸟之类的 害虫一样的 虫类一样的 它会退壳 这就是它退出的壳 它每退一壳呢 就是代表着它又成熟了 一龄 一个年龄的龄 一龄 这个是第一代的牙虫 第一代牙虫呢 它是通常是祭祖呢 它的虫卵和和纯虫呢 是寄生在这个枯草中的枯叶中的 牙虫呢 它是以植物的这个枝叶为食物的 它的那个嘴巴有一根针 会刺进去 刺进这个灰兰的花苞里面去吸食它的枝叶 那么一旦被牙虫给吸食了以后 这个灰兰它就会迅速的枯萎 会干瘪掉 开不了花 真正的最大的害处还不仅仅是这朵花开不了 这朵花开不了 我们也就算了 牙虫它刺过的地方 它那个口腔那个刺 刺进去吸收汁叶那个刺过的地方 那个伤口非常容易被那个病菌感染 而且牙虫呢它会蜂蜜一种蜜鹿 这种蜜鹿会招惹着很多的蚂蚁爬上来 蚂蚁到处爬也是一种病菌的传播者 那么我们一旦发现发现了这个牙虫 特别是在这种刚刚退壳出来 这里还有牙虫壳的时候 它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 这个时候给它喷药 一击比啥 我们用的是笔虫 笔虫呢就是你按照那个说明书上 一般一般的来说农资店买的那种带装的 带装的笔虫大概是一包呢 就是对那个农用的喷雾桶子 一桶二十公斤那个桶子 一桶水这样子 也可以稍微浓一点 但是一定要连喷两次 隔两到三天再补喷一次 以防呢有一些牙虫呢 在这个时间躲起来了 喷湿的时间每天是上午和傍晚 早上和傍晚 在因为这两个时间是牙虫禁食 最旺盛最多的时候 碰下去效果最好 一击比杀能把它杀掉 两次以后基本上 能把这一块的牙虫给全部杀灭 一定要及时 不及时这朵花就开不了了